在三國里的眾多猶士之中,有一個人很另類,不爭名決利, 卻總能成為老闆身邊的眾神,沒有太多的出著和氣氛, 但一切卻足夠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是三國里少有的能夠得以善忠的人, 他就是做租身邊的賈毀,著號。 獨視,假匪與姬借近乎腰的追葛兩相比,四毫不樂下鳳,他既有國家那般的稅容為疾, 也有亨比斯瓦爾的引人之功,今天,都為同大家聊一聊, 借過三國中最為低調的謀士,一稅無為疾只要他越能打,那基本都能贏, 即使你當時狠入小,只要他勸不要打,基本都是說,即使你實力很強大, 雖一狠準,曹操討伐張秀,將張秀的揚成為罪。 袁少聽月曹操帶兵離開他都去打張秀了,就準備陣機偷襲他都, 也想過把歉天子令諸侯的人。 曹操得到消息後,立馬赤君回他都,逐輕逐重,尋是知道的,張秀看曹操赤君。 就想追上去十幾個人頭,展示下實力,假匪當成人在張秀手下做和事。 就遇他不要去追曹操,去了肯定會吃敗像, 但是張秀抹筋頭,不遮到痛。 船是追了上去,果然吃了喇叭規,損失了不少人馬, 大敗又為,張秀回到軍中,假匪這時候又遇他。 那人再帶典兵馬去追實曹操,姐姐,你肯定能贏了,張秀恐了, 剛才不讓我去,意再吃了敗像。 軍心不振,反而又讓我去了,後來,張秀全是張信張爺地去了, 後來果然打了勝仗回來,假匪月。 你第一次去追,肯定是曹操斷後,你不是他的對手, 但你吃了敗像,再去追,這時候肯定不是曹操斷後了。 他要急著趕回許都去,把其他人,你說是有勇勢的,官到遮箭, 是曹操和袁紹兩人之間的較量。 但事在開始前,袁氏派人來挨張秀若火一起肝, 希望張秀和他前後夾擊曹操。 但假匪卻答應袁紹的事者,直接護絕了魂紹的好意,張秀有些方了。 要知道魂紹的兵力是遠遠強大於曹操的,假匪這時候建議張秀, 我會一起去投奔曹操。 張秀若,這不絕曹操實力若,袁紹強,我和曹操之間也乾過假, 他能容得下我為馬,假匪解釋著。 袁紹雖然現在強大,但不是刑主,你類了也不配得到重視, 曹操是一個身為天下的人。 他不配和你信舊張,張秀凡是肯聽假匪話的, 最終是信責了去投奔曹操。 官到遮箭,曹操取得大勝,張秀倒對了,官到遮箭, 曹操力小,但假匪看好他,赤壁遮箭。 曹操勢大,假匪腳不看好,曾勸曹操不要去打, 最終結果就是赤壁遮箭。 曹操被孫良聯軍打得差敗,最終一舉地令三分天下局勢, 曹操的女姐後,準備去修十東。 完成老巴曹操統一全國的大業, 假匪也勸他暫時不要出兵,應該先發展自己,治理好國家。 先修整,等待時機,但是曹操和父親曹操一樣, 沒有聽假匪的建議,最終同樣是大扮揚為。 而自保高手有能評價假匪射,三國里最善於自保的人, 他走得每一步都視為要好好活著, 後來大思徒黃穎利用養女凋善,離家了董卓和呂報。 董卓被直計諸實,黃穎感覺可以大看招有為了, 宣布只要和董卓有關的人一律處死。 李閣,國志義將,三國為應該都熟悉, 他門視董卓手下的大將,董卓一死。 李閣國社這兩人,就自然成了良州軍的領導人律, 假匪因爲跟著牛父運的,乾燒政策。 他也在精進的行列之中,所以為要活味, 假匪憲策,李閣國使,對二人穴。 你為不用害怕,跑也跑不了,不如拼死一搏, 反光一擊,打進長安去,是成了就是天下家的大英雄, 麥一不成,再跑也不成,兩州軍囂影四戰, 打進長安會問題的,這一番話讓李閣等人看到了希望, 他門立即把隊伍收容了起來,公也長安, 純真就打進去了,兵力一下子聚到十萬人, 假匪一看,命罩自是保住了, 但心者李閣國使,二人不視容嘴。 拒絕了高官厚錄,輾轉跑到了將獸身邊, 剛才講了,假匪後來帶著老闆將獸得起求賓了曹操。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他和袁紹學歷,即使擊敗了曹操, 以袁紹的性格和格局。 張秀和賈匪也是人了好下長的, 曹擺和曹擲兩人的皇位之爭, 賈匪實際上是選擇就在曹擺這一邊。 急曹擺出了不小主意,但是他卻不表意出來, 表意上保持著比國中立的態度, 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曹擺笑到了最後。 賈匪也得以繼續活著,反觀大才子揚修, 都掉地窄在了曹擲的一邊。 不為如力地出磨或擦,拉掉造勢, 最後也有曹操,伸手異著,曹擺繼位, 出於對賈匪的佈特。 讓賈匪做了泰衛,升官後就老不小榮文貴族 找上不希望聯恩,但都被賈匪軟然借足了, 後患心似海。 高處不勝寒雅,生賈匪級的將人的幾點啟時賈匪 最終活到了77歲,受終正審, 而且他的家人雖然跟著他東奔西跑, 但最終都保存了性命,在亂世之中,能做到這樣, 實足不易,有憑時代更別,風起雲中, 或是歸而不動,安如泰山,這樣的人生也是一種成功, 觀其一生,賈匪的這種處世態度, 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世幾世。 有句話是這樣愈的,成義言只看利弊, 不看對著,可被一事肯認同這句話, 任何時候我們都得有是非官, 有這事榮明是在的,是不好的,即使利益再大, 也不能去做,這事原則問題,但成義言做選擇時, 對於利弊的分析,也是肯有必要的, 假匪被稱為毒勢,他的毒,毒在隱光, 他總能對當時弥勢,做出準確地愈判, 而且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他不愧因為元少世代,就去投家回事。 有時候,人品和錢力更重要, 這一點是所有職場人在職業生涯需要做選擇時, 值得認真思考的一個方面, 有人的技方就有江湖,就貴有是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很多職場人應該有這樣的體配,假匪的那個年代, 更加身不由己,身為奧神,他忠究只是一個 混口泛術的小人力,老闆一句話就能要了他的命, 這道理他自然心思,所以當曹席和曹帕, 為了繼承人之位,糟得你死我活的時侯。 他選擇了中立,這小表現上是愈者, 但他嘗試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了選擇, 但不會表現地攬永遠, 這事今天悉即將人可以借教的一點, 不要熱忠於運即即可小團體, 這樣的團體首先不會走得像運, 在於億年前隨時可能分崩利息, 其姐姐也會讓你再失更多的機潰, 假匪的身上,有很多口黑的學問, 網門可以被證著去看待和學習, 能夠再也讓的律世之中得以時中的, 至於了他光榮的地方。 請大家吃餐, 請多多多多個字幣 請多多多個字幣, 好